或许什么是族群与群集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族群 在特定的时间 共同生活与特定的一个地点 里面的同种的生物 所以有三个东西相同哦 同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 以及相同同一种的生物的所有的个体呢 我们就叫做一个族群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比如说呢 今天在水迪仔住的地方 也就是水迪仔的七地 里面有全部的湖边糟宝屑 在2014年的冬天里面的很多的湖边糟宝屑 水迪仔住的地方的一个湖边糟宝屑 以及在这个时间里面的这个地点 所有的谈图鱼 以及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里面的所有的小白鹿 这三个呢 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一个族群 好 那这些族群呢 如果把它合并在一起呢 就变成了一个群集了哦 这些都合在一起的话呢 就是一个群集 那老师问你哦 如果呢 现在在2014年一样哦 夏天好了 在某某教室里面的所有的学生 包含老师 老师也是同种嘛 都是人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算不算一个族群呢 嗯 算哦 因为在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一点 他们都是相同的一个生物 都是同种的人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是族群和群集 我们知道族群的变化 跟环境的变化呢 有没有关系呢 有啊 因为环境会影响族群 族群呢 也会影响环境 因此我们要来学习有关族群变化的一个状况 来对这个环境的变化 要更有更新一步的了解 好 那族群的变化有哪些东西我们要学习的呢 比如说个体数量要怎么变化 啊 还有呢 个体他们之间的怎么的分布 以及不同年龄之间的一个个体的存活率等等 如果要学个体数量变化呢 我们就要看族群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 好 这个是在不同年间的 不同时间点呢 天灾对于鲑鱼的族群的影响 那这张图里面呢 我们就得看到 在不同的时间点里面啊 鲑鱼的族群呢 有1800之 15150之 也许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天灾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有枯水期啦 等等的 后来环境变好又变多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族群随着时间的变动 而有所变动 有多有少 不太一定的 好 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还要学习什么 什么是族群的密度呢 嗯 族群的密度 就是族群呢 在一个地方 族群里面的动物 植物到底有多少 密度就叫这个density 对不对 族群的密度呢 我们看呢 是族群的个体数 去除以一个 啊 space 面积或者是体积 n呢 就指的是 number 好 那 再来呢 为什么这一个space 可以是面积或体积呢 嗯 同学我们来想想看 如果这些族群呢 是植物 植物就生长在相同一个平面啊 所以我们可以用平方公分 或平方公尺 平方公里 来去做一个啊 除数 做一个底数 分母 那如果是体积的话 鱼啊 对不对 鱼呢 游来游去的 它一定不会在二度空间里面游动嘛 在三度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可能呢 就要用平方公尺啦 呃 立方公尺啦 或者是立方公 呃 什么公里啊 来去代表说 某某的一个空间里面呢 有多少只 什么什么动物 什么什么植物之类的 而 我们还要学习的呢 有族群的成长曲线哦 好 在不同的时间点里面 族群呢 有多少 那就是 可以把它化成一个族群的成长曲线 哎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啊 它的横坐标呢 是有多少的时间 比如说五天啦 十天 天为单位 然后它的重坐标呢 是一个族群的密度 密度 是什么呢 这里就有了 对不对 多少的 个体 处理多少的体积 好 在这里呢 是面积 平方公分 来 这个 重坐标呢 什么 100啦 200啦 300 哇 这很多值哦 代表呢 它可能是一个维生物 比如说 草铝虫等等的 在五天 十天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有不同的这个维生物呢 这个草铝虫的支数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什么 空间很多嘛 对不对 食物有很多啊 所以快速的成长 不啦不啦不啦 一次长一大堆 但是最后呢 东西吃完啦 空间用完啦 里面还充满了他们的大便啦 尿尿等等 好 一些废物呢 会影响他们生长 所以慢慢的就 level all 就变平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事实上呢 就是一个地方 一个地区 它的负荷量 它所能够负载的 最大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数量哦 好 那这个负荷量的决定因素呢 可能是 比如说 有什么呢 同学想想看 对 它要吃的东西嘛 食物嘛 对不对 还有呢 它要出的地方啊 空间 都不都大 好 还有呢 可能呢 如果 有疾病的话 等等等等等等 这都是可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 负荷量 好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曲线上上下下 不会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 硬术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大概是在一个范围里面的一个族群数量的波动 我们就其实呢 是维持了一个动态的平衡 好 再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存活曲线 族群的存活曲线 嗯 什么是存活曲线啊 也就是它存活率的一个曲线 比如说呢 我们的横坐标呢 是年龄的百分比 重坐标呢 是每千个个体的一个生存数 好 千个个体的生存数就是 一千个个体里面活下来几只 比如说 一千个全部活下来 就是一千 好 一千个只剩三只呢 就是 只有要花这三 对吧 好 那年龄百分比呢 最大是100% 什么是年龄百分比啊 好 也就是说 嗯 以人为例好了 比如说呢 人类的最大寿命 哦 现在变成100岁 那我们假设了啊 100岁 那你活到100岁呢 就是 你的年龄百分比是100 的人有几个 好 然后呢 如果你活到 他一半 年龄百分比一半 就是50岁的人呢 哎 大家都有活到50岁 好 这是以人为例子 那如果以某种鸟类呢 好 如果某种鸟类呢 他的平均寿命 好 是8岁的话 那 那这里呢 100%呢 就是活到8岁 好 年龄百分比50的话呢 就几岁 八了一半就是 这边就是4岁 好 4岁呢 大概呢 有多少只 1000个里面有多少就会活到40岁 那如果呢 看这一条绿色的曲线 年龄百分比 如果他嗯 是 呃 全部人是一岁的话 那 百分之五十 的年龄 就变成几岁 0.5岁了 这样从最统吗 好 那我们来看看呢 看这个生活 呃 生存曲线呢 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事情呢 好 第一种呢 这是 呃 看红色这条曲线 这一种 呃 生存曲线的动物呢 是属于 幼年期 可以 活下来很多的 而中年期之后呢 存活率就大大下降了 这个 我们是属于 第一型的一个 生存曲线 好 比如说人类 因为他有育幼的关系 所以呢 大部分的一个 个体呢 都可能会存活下来 对不对 人世大部分都活下来了 好 要折的啦 或是生病的就比较少数 而第二种呢 是各个年龄的存活率 是各个年龄的存活率率相当的 比如说某些鸟类呢 大部分是属于第二种 而第三种呢 嗯 六年期存活率比较低 什么是存活率低啊 猪狮呢 一大堆蛋 然后死掉了一大堆 好 就是存活率比较低的哦 然后中年之后呢 存活率就会比较高了 比如说鱼类 这种软海战术的 或者是像珊瑚啦 等等的 好 就是第三形 第一形呢 我们就称为是 凸形的 存活曲线 然后第二形呢 看起来像对角线 我们就称之为 对角线型 的一个存活曲线 而第三形呢 是凹下来的 我们就称之为 凹形的一个存活曲线 好 除此之外 同学你能不能注意到说 这边有一只树呢 好了 这只树是用来做装饰的吗 我不是哦 你能不能注意到 老师刚刚只讲了动物 没有讲植物耶 如果植物的话呢 请问红块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一个题目哦 红块跟车前草 像小草的 请问红块是属于第一形还是第三形 红块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红块有没有生意大堆种子 有哦 树木可能会有大堆种子嘛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的一个 种子呢 有没有变成红块 好像大部分的种子就 就被鸟吃掉了 会埋到土里面了 对不对 没有萌发等等的 所以呢 红块呢 是属于这一个 很多很多的种子 但是只有少数的种子 变成另外一只 红块了 好 那如果是一年生的草本呢 一年生 草本植物 反而是属于第一形的 因为啊 很多的草本植物呢 好 它的种子呢 大部分萌发育都蛮高的 好 所以说 草本植物反而是属于第一形的 大部分都会活下来 同学没有问题呢 对